四個人有四個不同的故事 有人是兒女成群 有人是事業有成 然後有些人呢可能是 痛失了自己的恥愛 但是哪一個橋段你能說又哭又笑 真的就觸動了我們那一個哭點 我們面子就好笑 我其實哭最開心的是 他在跳舞在舞台上笑我 你是開心的哭 就是那時候他老公出現的時候 就連叫出來的聲音就哭了 好感動 因為我覺得我在一開始恋愛的方面 還是會比較好處於浪漫的時候 就喜歡浮誇浪漫 所以如果我的另外一半就像他們一樣 不管人生走到什麼樣的一層 他還可以為了回音界的事情 做很多的努力付出的時候 我覺得這太浪漫了 所以想來追你的男生 可能開始要學習潛水喔 以及潛的時候 要跟你共同的一起做你愛的事情 要貼近大自然的男生 就是很多人都滿滿的愛大戴的 喜歡大自然的男生們 就勇敢的來追吧 好 我是很喜歡Candice那個橋段 然後他在他老公跟他兒子的婚禮上 他說的那段話真的是讓我哭爆了 對啊他說雖然我老了 但是我沒有失去追求快樂的勇氣 然後呢他怎麼第一愛 愛呢是不是說 我愛你說出來就好 愛是因為你們兩個人的結合 然後來定義他的 就是很有感謝 因為他本來好像是 感覺是說對近的老公 以前跟那個年輕的女生結婚 是他曾經也很不為 但是他到最後卻說 謝謝你也是一個最好的點方 他知道什麼是愛 對 超級大愛的 所以他能夠鼓勵自己的事情 那樣的在這句話當中 對啊 這四個當蛤蟆的女人 都可以去追求愛情 為什麼我們不行 所以熟靈的姐姐們 在這一幕的姐妹會當中 可以告訴我們 不要放棄追逐愛的勇氣跟力量 對 那像你們姐的時代的話 其實不同年齡層 我覺得會有不同的一些智慧 在當中 如果像你們 我們的人都會一直往前進 會就是 最數也會一直的增長 不過到了他們熟靈的時候 你會希望和謝那天 好姐妹們 還可以有些什麼樣的互動嗎 或者你們那些美麗的風景 會是什麼咧 一定很多 一定更多 因為現在我們都算是吃吃喝喝 然後可能偶爾也出去玩 雖然未來我們有個小孩的家庭 可能都可以一起 可能小孩一起長大 或者考慮學校啊 一些什麼的 所以我雖然會更多層次的交流 從姐的時代 然後可能再會到媽媽們的聚會 之後就是高年級的姐妹會了 今天我們也同時 讓你們留下一些難忘的回憶 可能之後好幾年 你們還可以共同的 一起來回味 在今天的這一場 特音會的記者會當中 有許多好棒的一些片段